你好 欢迎收看新北站出来走访社区春落 用不同的视野角度带您关心每一个动人故事 我是主持人廖萍涵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特别 他是三支新华里的里长 他同时也是乐天社区发展协会的里长 就是里长、升监、里市长 那他是我们杜国珍、杜里长 现在先请我们的杜里长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所有红树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华里里长杜国珍 也是乐天社区里市长 是 就是升监多磁的里长真的是非常忙碌喔 然后其实大家就是民众现在最近来到三支 其实一定会发现就是 最近有一个非常夯的秘境 就是我们的甜心子 那我们这个甜心子的秘境 其实背后的催生者就是我们的里长 也是我们的里市长喔 那其实甜心子在一开始并不是作为就是观光景点在做规划的 其实他其实是 也不是一夕之间就可以生成 他是一个社区他们 社区民众不断努力的结果的成果 那在节目一开始里长 我们就从就是民众现在最熟悉的这个秘境 就介绍这个秘境让大家了解 就像是我刚刚说的 其实这个秘境不是一开始就规划要做秘境 要做经典的那怎么会让他这样一夕就爆红了呢 是怎么样规划让他变成这样子一个景点 我们三支甜心这个地方 他本来他是一块坊地 这个地主是王天 跟他的女儿所共有的 那我们当初的话是 整个乐天社区 有 几十位的那个 我们这个里民 社区的社员 来参加我们这个农村再生 就是农委会水保局 等于是针对比较偏远地区 一个农村再生的一个计划 那亏了这些 欧利桑欧巴桑 在这个上课两年期间 总共上课时数是96小时 那经过这 四个阶段培根 计划 完成之后 那再有一个四年计划 那这四年计划的话 第一年的话 我们就是 那个 我们现在的三字田心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规划成一个景观湿地 那 当初的话是 我们一开始我们是栽种棉花 那棉花的话是 到了冬天的话 它可能就是 没办法过冬 那还有就是这个浮硕楼的问题 导致于说 我们第一年的年花 过完年以后的话 它整个都消失掉了 那第二年的话 我们是拜托攻守 那在针对这年花的话 它再栽种一次 那这两年期间的话 等于说 年花都开得很茂盛 很漂亮 那也经过这个 报章杂志的报导 还有新北市 政府 那冬业局的一个 网络一个行销 那也很多人来 这个拍照观赏 那无奈 这个是 福寿楼 我们是拜福寿楼之事 那过了不久 我们这年花 虽然是开得很漂亮 但是都被这个福寿楼 整个都侵蚀掉了 把整个也吃光了 那吃光之后的话 在 不久的时间 有很多爱好摄影者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也是他们无意中的发现 这个 倒影 真的是很漂亮 因为这一块 土地上 等于是说 它所占的天时地利 因为它本身的话 等于是说 站在 这块土地上面 它可以 繞着 整个大屯山系 还有面天山 包括 整个新市镇的景观 还有关羽山 都很漂亮 是 那刚好臭脚旁边的话 也有一些 那个枫叶 还有樱花 对 还有樱花 在蓝天 白云 还有这个 夕阳西下的时候 它这个 照应了 这个很漂亮的 天空 倒影 是 其实这样说起来 它其实算是一个 无心插流 它原本其实 因为在我回来报新闻的时候 它已经是 一片水田 它已经没有莲花了 就是我看到的时候 它就是一块干净的画布 然后可以就是反映天上的 情况跟周遭 环境的情形 而且 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是 它不管是在晴天还是在阴天的时候 它都非常的漂亮 因为 可能是心境不同吧 就是民众到那里心境怎么样 看到什么样的景观 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其实 它可以就是 我觉得它已经可以比你像是 你们有一个 林一峰老师那个社区 共荣社区的那个御花园 其实进去就有一个很疗愈的感觉 对不对 那 针对我们这个三字天心的话 在一个半夜左右的话 它在这个 我们 台湾 整个算是爆红了 所有媒体的话 几乎也都有来采访 包括这个国家地理杂志 他也针对我们三字天心 这个秘境 来做一个报导 那本身我是还没看到 但是很多人就说 我们这都上了这个国际舞台了 周遭的一些地主的话 他也是很 配合 说我们这块土地 那针对周遭的 他也做了一些 应该是说 除了公务单位应该做的之外啊 他 这是应该算是一个 在地的 一个行销 嗯 好我们等一下再聊 就是把再深入的聊田心子 现在就是 先以田心子做做切入 但是 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关键 就是 其实我访过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他们都 经由一点去发展 去做社区营造 就是 他们加入了 水保局的这个农村宅生的课程 那 理事长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带领着你社区的 这些社员们 去开始这个课程呢 是就是想要社区营造吗 对 那 当初的话一开始的话 我们是针对这个 水保局的这个农村宅生 嗯 那等于说 有一部分的话 等于是说在公务单位 他没办法做到的 嗯 那水保局 针对 他是 比较偏远的 这个乡镇 还有一些社区 他做到一般政府 无法做到的 一些 无法兼顾到的 对 一些工程 还有一些这个 等于是说 一项梯田啦 还有一些 市地的规划 嗯 这个一般在私人土地上的话 他们公务单位 他是没办法做到的 所以就是要必须靠 水保局的计划 然后才可以深入到我们的乡村 去做一些规划 这样子 对对 所以我们参加这个是两年前吗 这个课程 我们从一百年的话就开始上课 上了大概差不多 两年 两年的时间 两年四个阶段 对对对 两年多了 那等于是说我们在 103年的时候 提到 提这个计划到104年 104年的时候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提到的话 就三枝田芯这块土地 那等于是说我们一开始的话是我们是 针对这块土地的一个 富裕 那针对我们这块是做一个景观的一个设计 那所以除了这一块 田芯 田芯子之外 他还有其他的地也都在富根当中吗 除了这一块之外的话 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 但是他的范围 比较没有这么 零碎一点 对比较零碎一点 那 土地的话也没有这么大 景观 没有 目前这一块这么好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等于是说栽种年花 虽然是有来客 但是没有那么多 那等于是说 这个水中 有这个水中倒涌之后 那等于是说整个来人量就是暴增 最多的话 我有大概差不多统计了一下 一天的话大概才有三十千人来到这个地方 真的是水仙 因为大家如果去过的话会发现就是 那是北八仙 北八仙其实它的 道路应该就是 一辆车刚好汇车的宽度而已 其实 人一天要几近三四千人 真的是非常可观 那其实刚好从里长的 就是谈话中有发现 其实 新花里它就是在 就是山间的一个 一个村落 那 农业其实 有点受到限制之外 它还 因为它在阳明山的三角下 所以 你要做一些 农事的流程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受到农业局管辖 还要受到 洋管处的管辖 像前阵子我就觉得说 诶我最近才吃到那个叫什么 建筍 建筑筍 建筑筍 对啊 我就觉得说 那建筑筍 那个就是新花里很有名嘛 我要去采访 可是竟然 不能采了耶 是不是 也会要受到洋管处的一个限制 它要去保育这些东西 应该是说 建筑筍 是 它有个季节性 是 第一个就是在过年的期间 是 那过年期间这个阶段的话 它是从 2月 2月15号 到 4月15号 这 两个月的期间 这是第一季的 的采收 第二季的话是 8月15号 8月15号 到 10月15号 各两个月 那这些的话 等于是说 是洋管处 洋管处的话 它本身的话 是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它 都有一个季节性的 那我们是 两年 两年 发放一次这个 财损证 还要有财损证 对 这个的话是要被 化入国家公园 范围之内的 礼 是 三支的话有三个礼 三支有三个哪 就兴法礼 电子礼 还有原山礼 只有这三个礼 可以有财损证 财损证 对 那所以说 就是这三个礼的 出产的建筑笋 都是野生的啰 都是野生的 太珍贵了吧 所以说 建筑笋的话 你说过年期间 有一斤卖到五六百块 哇 那目前的话 大概差不多三百多块 这已经算是很正常的 因为采这建筑笋 确实是很辛苦 是 我记得 我两年前 因为我两年前也在红树林 我有看到 就是里长在路边 拨那个建筑笋的画面 然后里长有跟我说 就是没有看起来那么轻松 其实不好拨 建筑笋不好拨 对啊对啊 其实它很硬啊 是很硬 没错 对啊 不要说拨啦 拨也是很累 对啊 那就是你要一般的话 等于是说去采这个建筑笋 应该是说 你只要没有去采过的话 你根本就是没办法去 早起 去早起 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对 也不知道它长在哪里 是 所以这个还是交给专业的就好了 对对对 那刚刚听到 就有听到这边啊 就是会发现就是 社区的事情跟里内的事情 都一直同时 就是好像嘎在一起 对对对 都是让里长 好像有点 业务量变得非常的庞大 那 在着手进行这两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很累吗 其实的话 也还好啊 怎么会还好 就消灵他讲的说 我去做港湾修嘛 那 针对里的这一方呢 是 还 OK 那 针对社区 这个区块的话 等于是说 事情比较繁杂一点 尤其是 我们现在三支田芯 三支田芯它形成一个 观光景点之后 周遭的建设 包括它道路 水锅的 铺盖 还有就是说 它路旁 一些 因为道路不过 宽幅不过大 所以说我们请 新北市交通局 还有养工处 来再帮我们这个 做这个 整修 整修 对 所以就是现在 其实它现在就是要 不只是说一个秘境深层 好像就让它放在那 它其实要 去照顾 之外还要做到围观 因为 环境永续是需要 人力去保护的 不然它其实 因为它是会耗损的一个资源啦 那现在就是在进行一个 就是大家 就是 集合各单位吧 一起动员去 对对 把这个 休息环境提升 对目前的话 那等于是说 我们 第一个就是水宝局本身嘛 是 那因为当初的话 我们做这个 整个年花栽种的时候 那包括它这个田梗 它我们都有这个 草皮的栽种 很漂亮 那经过这个 三支田薪之后 爆红之后 那等于是说 一天的话 它来的那样都是 好几千人 那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田梗 都变成那种泥宁的那个 草野受不了了 对对对 现在看的话 根本就没有草 只看到一些泥宁的这个田梗 那我们也是在这方面 在透过水宝局 我们现在正在 申请它一个 过宫顾料的 那大概差不多 50万左右 我们又来 把它重新再把它 铺设这个田梗 不至于说让我们 来访的这些游客 滑倒 滑倒 对 换就是沾 就是来到景点还带了 伴手礼回家 对对对对 整双鞋都是泥巴 因为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好啦就是 第一段 第一段节目是先让 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就是 热天社区大概是什么样子一个 营运的状况 那我们先让里长休息一下 下段节目 后来会让大家看到 不一样的热天社区还有新华里 嗯 台湾大冠萍 SuperMOD 送你免费电影 随选随看 遥控器按下SMOD 就有免费看片金 周周强片 随选随看 你家就是电影院 抢挡电影 周周看强片 全区试用看片金 我现在没有赢 你一定会带到你 你一定会带到你 你会让我赶紧 你让我赶紧 你会让我赶紧 有免费 有免费 更多好康資訊 請下紅樹林數位 有限電視 請下紅樹林數位 用偏红的二号粉底 遮掩粉黄的肤色 用黑色的发油 隐藏异常的落法 用意志力和营养品 弥补过于疲累的身体 与其注重外表 更要看重内在的健康 政府提供健康检查补助 好好保护真正的自己 国民健康署真心提醒 探索城市新乐趣 河畔美景在咫尺 地景涂鸦秀惊奇 健康运动好活力 每一场精彩的演出 都有一群专业的团队 在后面支持 每一位创业家的舞台上 也有一群专业的团队 在后面相挺 创业是一场大秀 我们总是在你背后 创业圆梦 我们挺你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三支新华里的理长 也是我们乐天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然后第一段节目 让他跟我们聊聊 最近爆核甜心子 还有社区最近的营运状况 那接下来这段影片 要让大家看看 就是甜心子的真实样貌 三支区新华里甜心子 有一处水田秘境 近来受到广大媒体与民众的关注 而位在北八线旁的水田秘境 大约1500坪 原本是一片荒地 两年前因为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 因此而活化成了荷花田 夏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 到了秋冬水田中 只剩下水波光影的流动 却也意外来爆红 不少民众都拿这块水田景色 与日前红极一时的金山水中央相互比较 堪称是北海岸季水中央后 又一水田秘境的诞生 在这个点景观很漂亮 那所到了访问的时候 都会有那个倒影的存在 而且每一种天气 不一样的天气 有不一样的景观 那对人说这个地方 目前来讲是已经有很多人了 那尤其是在八月 等于是说这个关闭之后 所有人潮的话都集中到 我们这个点来 而新华丽庄表示 两年前水保局农村栽生计划 将荒地变湿地 活化土地造就美景 维持景色 平日里需要粗糙与照顾填梗植栽 夏日里种荷花 还有福寿罗入侵的问题 有如今的成果得来不易 而平日来到这里 就可以看见不少游客漫步拍照 对此有游客也忧心 甜心紫蜜境 恐将成为第二个水中央 因此赶紧前来拍照留念 就是新闻今天很热烈的报导 这边的话就没有像巴燕那边有 像一个小的村落 然后你就在那边停歇的话 你比较有空间 可是这边等于是主要看了这个景点 再来就好像少了东西了 到了新的景点 那尤其是人潮那么多的时候 那我希望说所有来访的这些游客 我们是很欢迎所有的游客来参访 但是我们不希望说有些游客把这垃圾 带到我们当地来造成当地一些礼民的反弹 那这样可能就是比较不好 而对此里长则是回应这片土地是由王姓地主 无偿提供民众来休闲游戏 没有产权的相关问题 但还是呼吁民众为了让美景能够永续 请大家共同维护环境整洁 并一起爱护景观资源 而民众也期待美景秘境的诞生 除了环境品质维护 附近的软硬体建设配套措施 也能够尽快跟上发展的脚步 有可能啊 尤其是这边的那个停车的设计 停车的部分就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看它那个路算是小了 然后车子停 像今天非假日就已经零零星星人不少了 那假日不是更恐怖吗 那我们希望是说在公务单位 能够配合这个景观的话 在这个水沟加盖 那还有就是说周遭的一些环境 那我们市府也有来电话说 要把这个点变成一个市府一个亮点 那我们是希望说市府也能够稍微补助一下 因为毕竟在我们社区或是新华里面 不是事业单位没有这个经费 那我们是希望说市府 融合局或是民政局 那能够提供相关的一些资源 那我还要再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点是属于三支区 新华里的范围之内 有很多网友都误了这边属于淡水 所以说特别澄清一下 在新华里的这个甜心址这个地方 现在有一个新的景点已经在成型了 那这是我们这个三支屈公所非常乐见的 同时我们也很感谢杜理长在这方面的规划 还有争取 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说这方美景 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山光水色 云彩的变化 城系的不同 呈现出来这种丰富的景观呢 能够跟我们全国所有的人民共同来分享 那但是呢还有一些建设的部分 另外还需要再争取的一些部分 我们都会尽力来努力 新兴景点的成型 需要政府与民众一同来努力与维护 而三支区公所与新华里长也展望未来 期盼透过政府局处等相关单位的资源 挹注能够为民众打造更完善的休闲环境 进而也让地方的观光产业更蓬勃发展 记者廖品涵三支采访报道 大家看到甜心址的秘境 有没有觉得真的很漂亮 那我刚刚在就是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 我跟里长小小的聊了一下 就是其实我发现在新华里有很热 就是大家为人所知的两条线 一条是101甲线 一条是北八线 它其实都紧邻了淡水 是吗 然后也紧邻了大屯自然光源 就是我们所说的阳明山 其实就是新华里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特别 对这个算是比较特别一点 那这北八线的话它是 就是有了三支甜心之后的话 它在这个网路上它就爆风 那一开始三支甜心的话 来人量真的很多 导致于说淡水分析 一开始的话就是为了这个景点 它变成是有一个交通管制 封路 不是在地的它无法通过 那等于是说它两边它全部都交通管制 那等于是说两边要过到这个三支甜心的时候 都大概差不多800公尺左右 那也有很多这个游览车来访 我们最多的话一天有十几部游览车来啊 停在哪里啊 哪有地方可以停啊 有些是停到附近 那有一些的话停到那个北新庄 农会附近 那还有就是停到一个淡水 淡水一个榴兰箱公司那附近 那等于是说游客让他们在这两个点下车 大概差不多来到我们绳子甜心 大概差不多 路程大概 路程大概差不多800公尺左右 800公尺 那还好 那也还好 对他们出来走一下 是 对当地的话他们有一些蔬菜 一些农夫市集 他们可能也有帮助 是 是说他们来的时候比较会去购买这些地方 是 所以就是 呃 也是因为他们也只能就是经过这边嘛 然后就也从淡水来或是从台北过来 所以就是会经过这些地方 然后到我们的甜心子 这样子 那甜心子旁边附近的摊商 现在是摊商 也是我们当地社区的居民 对 也是他们自己出来吧 也是社区发展协会里面的人吗 对对对 全部都是那个乐天社区发展协会里面的成员 是 那等于是说 一开始的话他们都摘种了这些蔬菜 都是自己在食用 嗯 那 等于是说三枝天蝎爆红之后 嗯 他们把 没有 等于是说自己吃了还剩的这些蔬菜 哦 小农 小农 对 他们就是 摘下来到这个三枝天蝎 嗯 这边在出售 是 那这些 因为他们是属于自己食用的 嗯 所以说他们这些肉是无毒的 嗯 就是献材 然后让民众来到当地吃到最新鲜的食材 对对啊 哦 那刚刚其实还有聊到我们 呃 我们其实在二平 二子坪 那边其实也算是非常远喔 那边已经接近阳明山了 那边其实也是我们新华的范围 对对对 那从101啊 101卷是吧 101往这个 阳京公路的时候 它这条是属于101甲线 嗯 那101甲线的话 大概差不多 2 2公里左右 上去的话 全部都是 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管辖 嗯 地点开始 是 那上去的话 这条路啊 也被这个阳管处规划成一个特别警官区 嗯 因为在这条路上面的话 只要可以看得出去的地方啊 嗯 树木没有遮住的地方 看过去它可以看到啊 整个台湾海峡 啊 那还有就是说可以看到我们淡水新市镇 嗯 冠云山 是 还有那个台北港 嗯 甚至可以看到桃园 是 所以说被阳管处啊 然后规划成一个特别警官 特别警官处 对 警官点 嗯 那其实要能看到这么远的地方 顾名思义它其实非常的高 对对对 它的那个高度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哇那所以理想平常 你在跑社区 跑里就是里面服务的时候 真的很辛苦欸 因为 区域广就算了 它还很非常的高 然后还要爬山这样子 因为我们爬的话 应该也还好 但是说 已经习惯了 那从我们最101甲县开始的话 那一直到最后 跟台北市交界的地方 大概差不多10亿公里左右 等时 很远欸 这个啊 这新华里的 它的土地面积啊 在我们新北市来讲 也不算说最大 嗯 那也算是蛮大了 嗯 等于是说比永和都已经还大了 真的哦 嘿 那等于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啊 那有一个 二指坪 嗯 二指坪的话这个点啊 那 平常的话我们台北市的公车 每15分钟一半 嗯 到这个点 是 那其实很多人啊 包括我们新北市的 包括三支公所的人啊 嗯 嗯 很多人都不知道 嗯 这个点是属于三支区 兴华里的范围之内 是 那他们也比较不会去注重啊 因为毕竟哦 他离三支区也比较远嘛 嗯 嗯 那也没有交通工具到那个地方 是 那我一直想说 二指坪这个地方的话 他本身夏天啊 嗯 大概差不多三十六七度的时候 嗯 他那边二指坪的温度 大概差不多二十六七度 嗯 他是一个很好一个避暑圣地 避暑圣地 哦 那等于是说 有这么好的一个避暑圣地 嗯 那 为什么我们新北市的 啊 的 这个市民啊 无法去享受到这个地方 是 尤其是一些比较年长的啊 他想到上面去运动 嗯 也都无法成行 是 就是 一个就是交通问题 嗯 那我们希望是说 在这个点啊 嗯 包括说我们三支田新啊 能够有一班公车的话 能够从淡水啊 嗯 到三支田新啊 到兴华里派出所这条路 一直延伸啊 嗯 到这个 二指坪 能够提供我们这个市民 一个 休憩的一个地方 一个避暑 便捷的交通的路线 多开一条线 让大家可以沿途去享受 就是新华里的这些风景 毕竟它真的是一个蛮漂亮的地方 大家有去过二指坪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 那边真的很像世外桃源 对对对 很多人 像上次我去的时候 哇 怎么会那么多人啊 就跟好像那个 市场一样 哦这么多人 他还跟你说不要跟别人讲 不要再让更多人上来了 因为那个地方的话 得就是说 夏天的话 真的很適合去运动 是 尤其是避暑的时候 到那边 也不用去吹冷气 也不用什么 对 在那边就可以享受自然的冷气 对对对对 嗯 嗯 那所以 所以现在要到二指坪的话 公车只能从派出所那边搭吗 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目前的话 等于要到那个地方的话 你要从北投或是士林 啊 要先经过 是 等于是从那边再转成那个小巴 是 了解 到二指坪 那那个都是在台北市的范围之内 是 那我们从我们这个淡水三支 嗯 要往二指坪 目前的话都没有公车上去 要自己自己游车上去 其实在我有记忆以来 就是在为三支 在为北海湾服务的有记忆以来 其实 里长他一直在为当地的民众争取 多开这条公车路线 其实 我也希望有一天就是 我们的政府单位 可以听到民众的心声 可以为我们当地的民众再多开一条路 他服务的民众不只是 不是指三支新环丽这个小利 他其实还有 就是淡水的游客啊 因为淡水他如果又连接捷运站的话 其实是整个大台北地区的游客 都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服务 所以 如果我听到的话 拜托帮帮忙 对 那里长 我们再拉回来 就是那时候 我其实在刚开始访 甜心子的秘境的时候 当地我去访 就是来玩的游客 他们有把 就是甜心子跟 那时候很热门的 金山拔岩做比较 那他们其实有一点点担心说 如果我现在不赶快来拍照的话 有一天他会跟拔岩一样 疯起来了 不让我们拍照 不让我们休息 那怎么办 那其实 是不是请里长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下 其实不用多余的关心 其实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对不对 对 因为 八烟的话 跟我们三支甜心的话 是 一个 比较不同的一个 形态 是 八烟的话 它本身 它是需要经过其他人的土地上面 那因为他们有收费问题 还有就是说他们不是直接下车就可以到了 他们需要走一段路 是 他们也有一点神秘感 它有它的特色 是 是 那我们三支甜心 我们很感谢这个地主王天还有他两个女儿 这土地的钱状是他两个女儿的 是 那 这个 管理我都是王天他们和这一对老夫妻一直在管理 那他们很无私的 提供这一块 这个无偿 拨用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来 经过这个水宝局 那个农村再生 来做这块景观实地 那他也一直希望是说 这一块能够继续下去 嗯 那在这个 没有收费的情况之下 那因为他们年纪也比较大了 小孩子也都不在身边 所以说有一些的话 这些 维护 当然是需要说 公务部门要来帮忙 嗯 因为毕竟他在维护这一块的时候 不是他 也就是八十几岁的 是 那个老龙 可以负荷 可以负担了 是 对 所以民众到三肢甜心 记得要怀抱一个感恩的心 因为这真的是地主无私奉献 而且他其实是单一地主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会有就是扒烟的那样子 整个 整个村民 好像群起来 就是说 我希望可以封存 因为他破坏我的环境 当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你到一个景点 你当然是要好好的 为当地的居民去着想说 你要让这个环境永续 你要让这个景点永续 势必你要发挥你的功德心 那所以说 民众不要担心封闭的问题 所以 但是现在 现在为了让环境永续 然后提升修气品质 现在也是一个半封闭的状况 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里长也是 号召就是政府的各单位进来 对 做一个整修 整修对 对 是不是因为之前 土地好像有因为 那叫 那个 水利 那个水利会 当初的话是 北极楼田水利会 是 他在做这个水锅的一个维护 导致于十几天 他水 没有浸到 这个三支田心 是 所以说让他产生一个利藻 跟那个 产生一个青苔 嗯 那等于是说他本身的话在倒影 嗯 这一方面 他就是没有当初的那么漂亮 嗯 那还有很多这个福塑楼 嗯 繁殖了很多 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就针对 福塑楼 跟青苔部分 嗯 那我们拜托工手 工手龙坚客 也来帮我们 尽了很大的力量 是 来重新再维护 这个 这一块 这个景点 三支 三支田心 对 是 是 那除了啊 我们三支田心之外啊 三支田心啊 的对面 嗯 的对面啊 那 那是北石 嗯 因为从 这边的话只要说可以看到对方啊 看到对面啊 嗯 就北石那一条路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有一座啊 那个算是号称说全世界最高的 牵手观音 嗯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等它做好之后 那我们这边的话 也要做一个 观赏的一个平台 嗯 只要它来到三支田心之后 啊 左边可以观看三支田心 右边可以观看啊 世界最高的一个 牵手观音 嗯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里长有偷偷把我下一段 节目要讲的讲出来了 所以他现在慢慢的规划 要把其他区域的景点也纳进 就是纳进 资源纳进来 所以 节目到这边要先让 那个里长休息一下 我怕他等下把我下一段节目的 提前都讲出来 我可能就没办法 没有东西可以问了 所以 观众朋友先收集一下 我们下段节目回来 就会让大家知道 其实里长他想法很多 他接下来啊 又 除了把田心子顾好之外 他也希望三支 跟附近的区 很像大淡水地区的区域 可以一起来发展 那怎么发展 我们下一段回来告诉你 嗯 我妈 这演唱会超夯的 可是好难买 那还不简单 你看 用电视就可以帮你搞定 有心电视数位化 不但画质更清晰 还可以用一基数率串联网路 享受多样化的数位加持服务 让我轻松成为生活智慧王 一个直走两个直走 边的线走 一个转弯一个直走 直走的线走 一个转弯两个转弯 右边的线走 有线到边一个线走 走的线走 别要出事了 你和朋友约好一起骑身反倒 说是要送给自己的毕业礼物 你们快点 可是妈妈在家等你好久 等不到你回来 妈妈什么都不要 只想要你安全回家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 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嗜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Wendy在按摩院巧遇阿姨 两人闲话家常后 阿姨一直吹促服务人员 可不可以快点啊 我还要敢去证券公司开户 阿姨 不用那么麻烦了啦 现在政府都有推出 数位化金融3.0 用手机就可以线上开户了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其实啊我一直对三芝的印象 就是他我对三芝的 就是原本印象就是觉得说 其实他有非常多的特色景点 就像是刚刚李长说的 李长说的他打造的一些 当地的社区营造啊这些 那么多的景点在不同的地区 可是有时候他会在 很难以到达的地方 或者说你没有 就是没有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你没有办法到的 没有办法到的地方 会觉得说很难有一个纵观 然后哪里去踏查的感觉 那其实李长他之前有提出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一日生活圈 三芝的一日生活圈 那要怎么去结合 地方的社区跟资源呢 我们透过这段影片来看一下 近来在三芝新华丽北八线上的 甜心紫水田秘境爆红之后 甜心紫水田每天 不论阴天或是晴天 都有很多的游客前来取景拍摄 有鉴于此 为了要发展三芝全区的观光产业 那间社区与浮城社区的理事长 也提出期盼打造三芝一日生活圈的想法 让来到三芝的游客 都可以在三芝一日走透透 整个鱼菜工程跟整个三芝 整个大环境 整个是要怎么结合呢 那我们要整合七个社区 共同来打造三芝七的未来发展 一日生活圈 那我今天也有请到说 我们的里长 还有一班乐天的理事长来呢 跟我们讲说 对三芝七未来的发展 跟一日游是如何做 如何共同来打造一个三芝 浮城社区理事长表示 目前的观光形态区向深度体验 不再是走马看花拍照流念 而是深入地方去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与特色 而拥有丰富人文气息的三芝 正好可以发展成多元的一日生活圈 在我们新北市 我们三芝的话 算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三芝总共有七个社区 那目前的话我们都有串联在一起 每一个社区的特色 目前我们镇里市长 他现在在推了这个鱼菜工身 那也很适合我们这比较都会型的一些 一些居家楼上的一些栽种方式 那很多对于这个七块里面 很多人想说种菜找不到地方 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还有其他我们还有这个共荣 那还有我们乐天 我们乐天的话 现在最近有一个景点 比八燕花还夯 那我们希望是说把这些人潮 等于是说带动我们三芝的一些 那个观光 有人潮才有前潮 包括我们这个沿海的 包括一些咖啡厅 那还有我们这周遭的一些 这个生态 还有这个无毒蔬菜 那等于是说还有我们其他一个景观地区 那等于是说 希望说我们把它串联起来 而乐天社区里市长表示 三芝有不少的美丽景点 以及深度的文化体验行程 都提供游客不同于其他观光集点的体验 未来甜心紫水天 也将写请相关单位帮忙 要来提升三芝区的观光品质 记者廖品涵三芝采访报导 理想我发现就是我们三芝区的社区 各个社区发展协会都很各具自己的特色 而且很乐于跟大家分享 所以未来其实有机会可以打造 就是一日生活圈这个部分 发展各个社区的景点 然后在一日让大家走透透吗 对 针对这个三芝这个一粒油 那有些的话是有季节性的 那有一些的话等于是一个常态性的 那譬如说我们三芝甜心 它属于整年度的一个常态性的 大屯自然公园 它也是属于一个常态性的 那101甲线 它这个也是属于那个常态性的 因为几乎只要是假日 骑脚踏车一天的话等于是说都是七八百辆 上千辆的 都一直在走这一条 它考验他们本身的体力 耐力 对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常态性的 那等于是说还有就是说 我们山山步道 山山步道的话它有一个樱花 樱花的话等于是说它是属于那种集野营 大概差不多在三四月的时候它是它盛开的时候 等于是说这一段期间的话它游客也是很多 那这个包括说有些人 那贡农 贡农的话它是有一些 等于是在水宝局来讲它共农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成功一个 一个示范点 示范点 所以说也会有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 它这个也是属于常态性的 是 那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浮沉社区 浮沉社区的话它是在这个山枝区的一个中心 那等于是说它有一个浮沉工 那还有一个一个八联西 那他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很舒适一个一日游 休闲环境 休闲环境 那还有一个自然 自然社区 自然社区的话它也有很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 是 它就是面临的就是一个台湾海峡 一个海边 这就是所谓的潜水湾 那潜水湾的话 它本身的话它就是 只要也是一个常态性的 不管是冬天夏天 它整条它营造出整条一个咖啡街 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山枝整个带动起来 那有来人他才有这个生机嘛 才有生意可做嘛 那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些人带到山枝 那山枝当然是除了这些之外 那也需要有一些餐厅啦 还有有一些他们想要看的 我们希望说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除了这些之外 那还有一些艺术 那山枝的话等于说有很多艺术家 那等于说包括一些画画啦 那还有一些陶遇啦 琉璃啦这一方面 那甚至于说我们这边也有 国宝级的一些大师 那他还是比较不愿意说 出来说抛头落面说 我是属于那种大师级的 他这人很低调 很低调 是 那我们探访可以 就是踏查的时候可以发现吗 他大概在哪一个位置 他会让民众去观赏他的作品吗 如果不要太过商业 就只是想要去看看他的理念啊 这样是有可能的吗 那个国宝级 他是比较很低调 很低调 上一次的话等于说公所 在办这个艺术展的时候 邀请他的时候 他就有说过一句话 去参展的话那些人 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是啊 他还去跟他们比什么 所以说是可能就是说 他比较属于低调 他也不愿意说 诶 去先来说自己有什么样的成就这样子 老实说他的视野角度 可能也已经跟 他的徒子徒孙已经不太一样 他追求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对对对对 那真的是 那他有讲过就是说 希望喔 他 他以后 能够把他的整个工作室 等于是提供给整个社会上 做一个展示的地方 是 那他因为他本身有很多作品 是 但是说 他这个大师的话 他比较是属于说 大公无私的那一种 是 那也希望是说 诶这个 以后不见得是一定要留给这个自己的子女 儿孙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其实就是他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 国宝级大师 所以大家有机会到西华里去踏查话 可以先去找里长偷偷问一下他在哪里 然后再看能不能巧遇碰到他 那里长就是除了甜心子之外 我们整个社区未来的展望 我记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正在着手进行的 你好像是废弃营区 我们要把它活化的部分 对对对对 可以帮我们说说 说说这个营区吗 关于这个营区 嗯 我们已经进行的 但是说 从一开始 我们提到这个 105年 这是我们的农村再生 那 提案之一 那 针对这个废弃营区的话 我们有提到 到水保局 那因为这个土地 它这个属于让国防部金备级的 嗯 那金备级也同意 已经拨用 已经拨用了 那现在只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 它现在到地震级也已经OK了 是 现在已经到国产署 那到国产署的话 这些只是一个 行政的一个流程而已 所以说我们很快的 这一块就可以拨用完成 走完整个程序 嗯 那 走完程序 那水保局的话 马上就要发包 嗯 它已经 应移植了让一千万 一个基础工程 是 对 这是今年他们想要做的 已经驿注第一期已经一千万 得工程 对对对对 哇那真的是相当可观 那预计要到什么时候才能 呃看到它有初步的样貌 应该是今年年底的话 它一个 第一期会完工 对对 第一期的话它会 第一期完工 那后来这个废弃营区会 呃作为我们社区的 什么样的场所吗 这个啊 等于是说 废弃营区的话 第一个我们是希望是把目前啊 在一个 脚踏车驿站 嗯 目前它是在星华拍手 嗯 因为星华拍手的话 毕竟它的范围很小 小小的 对 那去的时候也造成一些 可能比较不方便 嗯 第一个就是拍手 也是 到拍手都挤在那个地方 可能也比较不方便 所以说 我们第一个就要把 脚踏车驿站 移到这个废弃营区 嗯 那还有一个 农夫市集 嗯 就是以当地的 嗯 不只我们热天社区 嗯 我们是希望说 三支啊 嗯 所有的社区 嗯 包括啊 包括就是说 这些 淡水 石门 这些有些社区的话 都我们都是连结在一起的嘛 嗯 那有些产品啊 它也可以 来到我们地方一个展说 嗯 因为毕竟这101 縣跟101甲线的交汇口啊 嗯 这是一个 这个 这个游客啊 很聚集的一个地方 哦 对对 所以说 要卖这些东西的话 也要有这个 游客人潮 嗯 有人潮才有前潮 是 所以 听起来到最后 这个废弃营区 活化了之后 好像会变成一个 社区民众的聚集点 对 也是 各个民众 呃 游客的聚集地 嗯 然后会有一个跑市集的感觉 其实它还有一个概念在 萌生 就是我觉得它到时候可能会变成社区中的一个 就是社区民众意识形态展现的一个中心点 对对对 其实 还是蛮富含一些人文 人文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就我也还蛮期待未来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军营赶快来落成 那今天在节目中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 杜理长来到现场为我们分享如诗如画的甜心子之外 也为我们展望了我们 呃 新华里以及我们的热天社区的未来 就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是只有一个社区在发展 我们会把就是整个大淡水大山枝包含进来 然后聚集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山枝还有淡水 那 呃 新北山区外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嗯 谢谢莉莎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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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